美国总统拜登7月13日抵达以色列 开始其就任总统以来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当天表示 拜登此次对以色列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国家安全问题 包括与中东国家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架构 重新建立强大的全球联盟 以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等 拜登说他此行将努力促进以色列人在中东地区的融合 并重申继续支持巴以问题两国方案 在抵达以色列前夕 拜登和拉皮德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每一两国在先进技术领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启动新的战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 重点关注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领域 致力于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7月14日 德克萨斯州就联邦最新堕胎指导意见起诉美国政府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最新指导意见中称 联邦法律要求医院在出现紧急医疗情况 或是病人的健康或生命受到威胁时提供堕胎服务 德克萨斯州的诉讼则称 美国政府此举试图将全国的每一个急诊室 变成无预约的堕胎诊所 且藐视最高法关于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该州要求法院发布永久禁令 禁止政府执行该指南 加州的大流行租赁援助项目于今年3月底到期 新的申请将直接被拒 近日 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裁定 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必须停止拒绝发放租赁援助申请 并暂停过去30天内的任何拒绝 此前 租客权益倡导者提起诉讼 称官员不公平地拒绝向陷入困境的租客提供援助 截至6月23日 有157881份或33%的申请被拒绝 这让许多租客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因为全州范围内对那些等待审批的申请者的禁止驱逐保护措施 也在6月30日到期 与此同时 倡议者表示 由于整个州的租金都在迅速上涨 为了防止人们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 仍然迫切需要驱逐保护和租金减免 在法院审查租赁援助上诉程序 并做出最终决定期间 暂停令将一直有效 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对法官的决定感到失望 但发誓要继续为该计划辩护 推特7月14日出现全球性大规模当机 仅在美国就有超过5.4万人报告受到影响 此外 包括英国 墨西哥 巴西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用户 也报告了类似的问题 这也是自今年2月份以来 推特出现的最大规模当机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次当机 推特也尚未发表评论 土耳其 俄罗斯 乌克兰和联合国的代表 7月13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就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问题举行四方会谈 同意在伊斯坦布尔成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协调中心 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联合管理 确保粮食运输航线安全 加拿大政府7月14日宣布 从7月19日开始 抵达多伦多 卡尔加里 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的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 可能会接受随机的强制新冠病毒检测 被要求检测的旅客必须在抵达后一天内完成所有检测 在加拿大政府宣布这一决定之前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省宣布进入由奥密克戎 BA.5变异株引发的第七波新冠疫情 并为民众提供注射第二剂加强针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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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